NBA赛季训练赢前的媒体日上,勇士豪华武剧头正式亮相,账面实力不仅傲视群雄,更可以称得上冠军古今,不过火箭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,反而高调的喊出了总冠军目标, 底气来自于强大的阵容深度,火箭新赛季不仅有望开发出五名全明星,还有四人有机会竞争这下第六人,实力不容小觑,上赛季,火箭纪妙哈登一人入选了全明星,但保罗的能力依然处于全明星水准,只是无奈希布后威实在太强大,最终遗憾落选,安东尼同样错过了上赛季的全明星大赛, 这与他在雷霆的数据下滑有很大的关系,如果仅从天赋和能力来讲,这三人都仍是全明星水准,无论是否入选全明星,都会享受一定的巨星待遇, 卡佩拉是火箭最有望成为全明星的小将,上赛季的落选就让他心有不甘,新赛季的目标仍包括入选全明星,有三大好消息有利于卡佩拉,一是考新斯需要时间恢复伤病,而且勇士不大可能五人入选全明星, 二是在和陶斯的队位中卡佩拉战据上风,三是火箭又要凭借出色的战绩得到更多的认可,让更多人入选全明星,这四人可以称之为火箭的四巨头,而火箭还有一人有成为全明星的牵制。 德安东尼在谈到新缘布兰登耐特时表示,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慢慢来,让他恢复到他之前全明星球员的水准,耐特是曾经的首轮八号秀,并入选过最佳新,秀阵容第一阵,如今还不忙27岁,如果恢复健康和状态,耐特有机会逆袭,除了这些箭头人物外,火箭的剃毒吸引人才积极, 自然有望竞争最佳第六人,戈登自不必说,连续几个赛季都是热门候选,他近日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再次当选,安东尼也是最有力的竞盯者之一,如果填过杂替补,天赋上将碾压对手,岂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,安东尼完全有机会凭借数据上的优势拿下该长相,耐特也有机会, 这仍然要取决于他的伤病恢复情况和状态,职业生涯至今耐特场均可以得到15.2分4.3次助攻,如果他的数据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就有机会,第四位是杰拉德格林,他上赛季的数据为场均是2.1分,而出场时间却仅有22.7分钟, 格林在媒体日上曾表示德安东尼希望他在新赛季扮演更大的角色,格林有机会也有实力去争夺最佳第六人奖项,火箭的阵容深度,是靠近勇士的最大武器。 感谢观看